中共今天通报21号全国新增2966栋病例 没有新增死亡 三年疫情下来 中共累计通报确点病例 总数是948万2570例 但是中共维监委在昨天的内部会议上通报 仅仅21号一天之内全国新增感染 就是3699万6400例 12月1号到20号 全国累计感染总数是2亿4800万 其中四川河南和湖北 三个省累计感染人数都超过2000万 湖南 河北 广东 北京 安徽 山东 六个省累计感染人数分别都超过1000万 北京 成都 武汉 天津 郑州和重庆 六个城市的累计感染人数分别都超过500万 另外中共维监委还透露 在全国19个省份累计报告 1100例感染者基因组 有效序列共发现12种变异株 也就是说目前在中国大陆 有12种病毒在同时肆虐 全国疫情都在快速上升 我是李文阳 欢迎大家订阅新闻看点